第六十六集 说到粮食,康熙猛地想到,早上起来,只用了两块云糕,已过去近三个时辰了,因笑问韩流氏 你儿子的宝号在哪里?咱们不如去找他一餐,如何? 韩流氏刚要答应,高氏齐取道 哎呀,奴才呀,早就激火中烧了 这会儿主子到他家,一时哪里就预备停荡了 不如找个饭店,胡乱吃几口 韩流氏回去预备一下,晚上再去找他 主子别忘了,还要上船见世神呢 康熙听了,笑着点点头 见前头一家大饭店,写着万家春来的编,便躲过来 三个人刚上台阶,库房里头一阵的喧嚷 一个伙计,双手推着个棚头小姑娘,连声嚷着 哎,出去出去出去 好饭,也没个眼色 这客人没走呢 就狗似的,趴在桌子底下捡骨头 给你米团啊,打发不了 非要肉汤不可 小破鞋,都照你这样,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啊? 那捧头小丫头,生得很单弱 捧着一只小盆子似的破海碗 亮亮呛呛的,被嗓出来 一个不当心,扮在门槛上,身子一遮 正撞在一个茄妆女人怀里 那女人急忙一闪 小姑娘早摔在街下 大海碗摔得是稀碎 汤汁子洒了一身 姑娘嘴一撇 哇的一声放声大哭 那女人跺脚笑骂 那浪蹄子 倒吓了姑奶奶一跳 围着桥热闹的人 无不开心大笑 寒流是不禁双手合十的喃喃道 阿弥陀佛啊 罪过,罪过 老高 叫着女娃跟进来 傻那口饭吃 康熙见众人 有笑,有骂,有脆的 那么点个小姑娘 竟如此受人羞辱 在那边默默地流泪 不禁大起侧隐之心 一边吩咐高士奇 自跨步进天 那个伙计 见康熙戴着一顶 红绒结顶的六合一统帽 摇着折扇 气度从容地进来 虽不是零练过身 一身辅仇灰山质地考究 做工精良 却也不敢怠慢 将手中搭步一甩 唱歌似的喊道 老客来了 里头雅座请 一边让至后边 抹着桌子 陪笑道 想用点什么 高士奇和寒流氏 带着姑娘跟进来 见康熙 有点不知所措 知道他不会点菜 高士奇便笑道 我们也口味高 驼峰 熊掌 鹿筋 这些料你也没有 中下的 八真席 能办来就成 伙计笑道 客人 忒看扁我们了 备货全着呢 方才送走的两位贵客 也这么说 小的就要给他 办上八真席 谁知 他们说说罢了 吃了两条黄河鲤鱼 就匆匆去了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那可是河都 晋尚书和陈和伯啊 康熙听了一针 差点问出来 晋福这么快就来了 陈和伯又是谁 见高士奇 识眼色 方一笑说道 有意思 不过 你也别小瞧了我 这不当尚书的 就伴上八真来 好嘞 不过老客 得稍后一时 黎纯 发好了就齐全 见是阔主顾 伙计洗得是 没开眼笑 答应着 就往外退 康熙 康熙把手指入了 又转身 问小姑娘 你要什么呀 我 小姑娘不防康熙 突然问到自己 半晌 方红着脸 低声道 嗯 求吃一碗排骨 足矣 寒流是心细 想到伙计前头 呵斥的话 便问声说道 好啊 不用怕啊 赶上你妈 坐月子了 小姑娘撇嘴 泪眼汪汪的 看着寒流是 默默点点头 寒流是音笑道 我们主子啊 最是积德行善的 记这么着 泡汪的 你弄一砂锅母鸡 熬汤 给这孩子 一总 算在我们账上 说吧 又摸出两个银饺子 塞给了姑娘 高士奇目不转睛地 看着姑娘 突然问道 你今年几岁了 十四 叫什么名字 若 若 若指 姓呢 姓 姓黑 高士奇看看康熙 见康熙 正漫不经心地打扇 又问道 你祖上 可是试唤人家 姑娘听问这话 低头不言声 止不住地 用脚尖 蹭着地 见他这样 康熙倒流了心 用目光询问高士奇 高士奇探道 我观此女 有大家风范 不是书香败露人家 必是祖上为患 您听 他的名字 再说 哪有叫花子 说求赐一碗 排骨汤足矣的 你试说姓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 两个伙计 一个端着八针席条盘 一个捧着 一锅热腾腾的 熬鸡汤起来 把鸡汤 专送到 弱子的面前 说道 不知哪路 陈县显灵 你今儿啊 倒好运气 快拿去 为你那 饿不死的娘去吧 弱子听了 没理会 只向康熙三人 各扣了一个头 端起砂锅 不言声地去了 康熙笑道 高江村 到细心呢 我就没听清楚 韩流氏 叹道 世上是 原本难说 我们祖上 钱明 不也做过官来 可我呀 也讨过饭 这里头的苦恼 就甭说了 高氏祈祈祷 这就是所谓的 君子之责 武士而斩了 三个人说这话 方吃得半饱 便听满街人 吵嚷 叫喊成一片 却再听不出 喊的是什么 康熙便叫进 伙计问道 这祈反了志的 是怎么回事 伙计攻身 陪笑道 啊 这刘铁城啊 再大的胆 白日 也不敢 来这儿借粮 其反是没有的事 那贱丫头 没服销售 老客的赏赐 出事了 怎么了 康熙放下筷子问道 伙计迟疑了一下 说道 我也是听人家 一言半语地说 说何伯 所骑 管带的小舅子 方复青 和几个闲汉 在大和盐 蔡家棚吃酒 见着叫花子 端了一锅鸡汤 往武通辞去 几个醉猫 要买来下酒 他自然不肯 被抢了去 不想他气性大 一头 栽进了黄河 人们都在岸上 干嚷救人呢 这是他命不济 与客观不相干的 竟有这倒是 康熙顿时 勃然大怒 啪的一声 拍得满桌子 韭菜是跳起老高 立即身边走 刚到店门口 便被那堂官扯住 变了脸说道 不会仗 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 小混吃不成 啊 早已悄悄 在店门口守望的武丹 见康熙被人扯了 一声不吭地 跃上来将伙计 劈胸提起 一个老大耳瓜子打去 又顺手一嗓 那伙计 后腿七八步 一屁股 蹲在地上发争 半边脸 早子仗起来 高士奇 顾不得说话 将一块二十两的大银扔过去 便跟着康熙直奔黄河岩 菜花熏熏头已经到了 上游浩浩荡荡的黄水 打着漩涡 裹夹着泥沙 卖草 树叶 向下倾斜 浑浊的排浪 散发着腥味 将落马湖 十滴 拍击地刷刷作响 康熙感到时 河岸上站满了人 都张着眼 看远处 时辰时辅的弱智 离岸 已将有半里之遥 有的大声喊 救人 有的 搓着牙花子看热闹 有的惶惶不安的议论 康熙在岸边翘首而望 因附近无船 也只甘着急 回头看时 寒流是何时念佛 高士奇一脸的苦笑 知道 他们也无两侧 正懊恼间 康熙 见一个丝瓜棚下 几个人醉醺醺的 猜梅而吃酒 那锅鸡汤 物质放在岸上 脸色抖的一变 低声吩咐高士奇 名无丹 叫侍卫们 把这几个狗奴才 给我看好了 若只死了 必拿他们抵命 高士奇忙低头 一躬退下 正没奈何处 忽然上游一只 水上飘 冲浪而下 一个黑手汉子 站在船上点着竹膏 冲 岸上的人骂道 原来你落马阵 有见死不救的风俗 可恨 说着一声 那水上飘 轻盈的一转 已是追向了桌子 小船 在滔天的浑浪当中 一隐一现 那人似仙人 踏浪似的 渐渐远去 康熙猛地想起 似乎 在什么地方 见过此人 寒流氏 去见识陈皇 张了张口 又怕认错了人 没喊出来 康熙松了一口气 回头 对寒流氏道 这儿 没你的事了 准你两天假 去看你的儿子吧 没准 我们还要去饶你的 说吧 溃然一叹 大声道 驾传人说得对 落马阵 果然风俗不好 朕 真不相信 岸上这么多人 就没有汇水的 报应啊 报应啊 一个花白胡子的香绳 在旁 免须叹道 他这一家 该遭天灭呀 康熙气急返笑 说道 我看是人灭 不是天灭 抢了他的鸡汤 这样横行霸道 没有人管 逼得人投何自尽 没有人救 这不是人灭吗 老乡身 见他气色不善 说道 也不尽是人心不古 前人造孽 后辈承担 这不是天意 他是什么人 唱鸡 还是乐乎 他是啊 红成仇 的孙女 康熙的心 是一下子 坠了下去 脸色变得惨白 红成仇 乃是前名 叱咤风云的 一代儒将 入世本朝 曾任九省精略大臣 才死了不到二十年 家道破败 以致习孙 乞讨为生 且在人们心目中啊 连娼妓不如 康熙虚了一口气 和风迎面扑来 竟打了个寒劲 他想起 康熙四年 红成仇死时 朝臣们 给他拟示号 出拟文成 但和敖拜 苏克萨哈等 辅政商议之后 还是定了 文香 文字 自不必说 红 是当之无愧的 香的意思是 甲咒有劳 但君臣心里都明白 是取香字的 帮忙之意 前不久 又下特指 盖兄子旅 红成仇 入明史 二臣传 传扬下去 谁不知道 但百姓们 顺着圣意 如此作践 红家 康熙 却没想到 岂不是自己 坐勇在前 落马胡人 追随于后 反思起来 这里边追思 前明的意思 不言而喻 岂可 等先是之啊 高士奇 也看见了 船上的人是陈黄 站在人群中 眼巴巴地摇望 那小华子 在激流漩涡中 急起急伏 滴溜溜地转圈 陈黄 俯仰之间 双脚 恰似盯在船上一般 不一时 便用膏 将弱指 打在船头 撑进岸来 高士奇 不禁地 输了一口气 转身对 康熙道 龙眼 我晓得 陈和博是谁了 他叫 因见 康熙呆呆的 一脸 茫然之色 便 没再往下说 告诉武丹 康熙 没理会 高士奇的话 自离了人群 慢吞吞 对高士奇道 何博索 那几个人 叫地方官严家处置 救起来的弱指 若还活着 带到镇的船上 有话问他 说着 竟扬长而去 武丹 命小侍卫们 一时半里 和高士奇 急忙忙地跟了过来 康熙闷闷不乐 一路回来 老远 便见晋府 跪在船船旁 只虑一点头 便先连进舱 高士奇忙上前 与晋府拱手私箭 低声道 晋公 别来无恙啊 你好快的腿子 接到我的杂子了吗 晋府忙起身还礼 小声道 这里就是河宫 我自然来得 你的杂子我没见 是接到 安徽巡抚的滋文 知道盛家来的 怎么瞧着主子不喜欢 高士奇点点头 侧耳细听 未闻舱中喜数之声 因倾咳了一下 款款说道 奴才高士奇 紧向主子交指 半赏 才听康熙说道 进来吧 晋府也进来 晋府和高士奇 略远哈着腰 进到舱里来 晋府啊 康熙的脸色 已不那么阴沉了 只是看上去 有些倦怠 在晋府行了礼 半仰在椅上说道 你来得正好 朕近日看了黄河 正值采华逊 于开中和 有没有妨碍的 你的奏诣 究竟时效如何 朕心里 总有点不踏实 辉皇上的话 晋府叩头答道 几位御史的参本 奴才 已经败毒了 实在不敢沟通 主子这一来 什么都明白了 由此地向南 经宿迁 桃源 到青江口 一百八十里半 都是以皇带运 河道险深 曲折 激浪涌流 实施曹运微土 引黄河之水 入中河 不但曹运船 可免数日风潮之险 且分流之后 黄河水未下降 落马湖 也免了道观之余